大家好,我是兰兰 昨天有一个粉丝说 兰兰你这衣服还挺好看的 那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衣服 这件砍尖也是穿了20年了 我记得孩子特小一两岁的时候买的了 它还是两面的 穿到第十年的时候 这个拉锁就坏了 就是这个拉链丢了 有一次呢我就站在镜子前面 拿这件衣服穿上 它没有拉锁嘛 我就说 哎呀太可惜了 两面都可以穿 我很喜欢这件衣服 可惜我这个拉链坏了 完了我就去干别的去了 结果过了几天 我们家老二那个时候小学二年级 很矮 他们小的时候很矮 小学的时候在班里面就 种着树特别矮 它都是打球以后变高的 就养着小脑袋 拿着这个灰色的 还特别小 也是一个灰色的 就这个 说妈妈 我给你在操场上捡了一个 哟我说你怎么捡的呀 因为他们每天 他们从小都是田径队的嘛 然后每天放了学三点多钟 就在围着操场跑 跑一圈一圈的 跑一个多小时才回家 他说我在操场上捡的 你看这个拉链 我就给装上了 然后就一直现在在用 所以我每次一穿起这件衣服 我打算就留下来 就一直穿 我就会想起小的时候 那个小脸 扬着脑袋 给我一个小的这个拉链 就是孩子很细心 我们家老二 说到这个 我就想 现在很多父母 就是说抱怨孩子 有的时候就是啃老 或者说不懂得 这个接受爱再付出爱 就是说这个孩子 现在特别难教育 也加上那会儿 都是独生子女 所有的长辈 父母都围着一个孩子转 然后孩子 所有的得到 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你让他付出一点 就很难 也有人说 来来来 你教育孩子 教育挺好的 你跟我们讲讲 其实也不是 您真的别误会 因为我做视频 孩子也在看 你要给他留足了面子 当然都是事实 所以不好的那面 就尽量的就给掩盖了 也哪有十全十美的 是吧 那气我的时候 那气的我 简直 让我给骂的 就上奶奶家去了 不然回家住了 你别让我看见你 就这样 因为他们都个性 也很强的 说到这个 咱们就说这个 拉链 但相比较之下 我觉得孩子从小都是 人之初性本善 孩子都是很善良的 我的朋友 那会儿就是参加活动 好久没见了 然后一见就说 从你家女儿的眼睛里 就能看到两个孩子 特别的善良 我从这点来说 我还挺感谢我的老人 就我的婆婆 你别看我跟我婆婆 分歧很大 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 我们是一致的 而且她对孩子的那种爱 甚至超出于我 因为隔代人 从小他们就四个月的时候 是我父母跟保姆 我们四个人带 然后四个月到两岁 上幼儿园之前 都是爷爷奶奶和保姆 然后我跟着带 我在跟婆婆一起生活 带孩子过程当中 我就观察 婆婆这个人就特别的能干 而且她很善良 虽然她嘴有的时候 说话让人接受不了 就是伤害人 但是她在做事情上面 绝对 就是甚至对陌生人 都可以伸出援手 那对那些小动物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孩子的善良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她的这个奶奶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我就说 当然着重 就是说我们要从小培养孩子 有一颗爱心 一颗善良的心 婆婆呢 就是他们那会儿 就原来的房子 就是楼房在二层 然后阳台呢 外面的栅栏 是没有被封闭的 所以有很多的流浪猫 会到她的阳台来散步 来找吃的 那婆婆发现以后呢 就每天呀 中午或者晚上 就给她准备吃的 比如说家里面吃的 那个鸡肉啊 骨头啊 或者鱼啊 吃完鱼那骨头啊 就给她搁在外边 或者给她准备好吃的 流浪猫就带了一拨一拨的 带着她的孩子 孩子的孩子 一拨一拨 就这么着啊 就一直到搬家之前 她都是这样 我就说人家耐心 她是有 是吧 她是 她能够就是坚持 多少年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 因为我们上班忙的时候 孩子就跟着公公婆婆婆 孩子有时候就会跟我讲 在猫身上发生的一些趣事 孩子也会一吃饭 这个骨头你别 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会准备一个垃圾袋 每个人很自觉的 吃完就搁在这里面 然后孩子就拎着个胆 那会特小啊 然后就跑到那个阳台上 就给那个小猫都留下 然后我记得 还有一件事情 特深 就是刚买了两条 黄昏鱼 那个时候 二十年以前了将近 就是收入都不高 然后吃鱼 尤其是黄昏鱼 那是很贵的呀 它搁在水池里 可能解冻 就泡在那 结果就被一只野猫 钻进来 钻到屋子里 给叼走了 当时他跟我说这件事 就乐呵呵的 婆婆就是乐呵呵的 就说你看那猫 给叼走了一条大黄黄鱼 然后我听了以后 我就通过这件事 我就觉得婆婆这件事 就是说挺善的 对一只猫 一般人 气死了 是吧 得骂这个猫 我都没吃着 那被你给叼走了 他就很无所谓 就从这点下 他也是很大气的一个人 就不会计较这些 多吃以后少吃以后怎么样 所以孩子也是这样 就从小跟着的 也学到他这些 就是不会斤斤计较 就包括我们家孩子 就是从小学高中到大学 跟同学的关系 就从来都是处理的非常好 就能感觉到他们那种 同学之间那种友情 不管哪个阶段 都很乐呵 妈我出去玩了 跟同学一起 哪让你跟我说 哪个同学什么的 就是你要舍得舍得 你要先舍后得 所以说到这儿 我就想 我有个建议 就是孩子们小的时候 可以给他养一些 什么小乌龟 小鱼 小鸟 小猫 什么的这种 这种动物 就让孩子去关心他 去爱护他 然后去给他喂食 然后每天定点 包括给他洗一洗 就是要让他通过 跟动物的接触当中 有这种感情的投入 和获得嘛 对吧 你老对他好 那那个动物 他也会反过来 主人对我好 然后这种亲情的建立 它是也是需要 这种接触的 要不然你看孩子 从小就是大人对他好 到学校现在老师 也不敢说孩子 一个不字 都是对他好 他没有付出 他没有亲身的去实践 是吧 他就不知道 这种你付出爱 是要牺牲自己 很多东西的 比如说时间啊 比如说经历啊 比如感情 都是需要付出 挺好的 所以哈 你说如果把精力都用 你去学习 学习 孩子们学什么呀 为什么学呀 我为你学呢 为什么孩子 在一提学习 有时候反感 换我 我觉得我也会反感 你为什么让我学习呀 为了能找到工作 能挣大钱 有个家人 或者好的时候 买别墅 买庄园 你看住庄园 住别墅的人 你问问他们 真的十个人 你问他们 有几个人是幸福快乐的 其实不一定的 穷人有的时候 幸福指数反而更高 但是你看穷人 他都是互相帮助的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 非洲的一个 就是一个美国的女记者 采访一个非洲的小孩 就皮包骨头 他给了他两块糖 还是给了他什么呀 然后他照他的时候 这个孩子 拿出一个糖来 给他吃 那个穷人 他那么穷 他饿的都快饿死了 但他还知道分享 而我们的孩子 越富足 越自私 越不懂得去回馈 所以这个 其实我觉得 教育孩子 最大的成功 最大的失败 就是孩子 没有感恩的心 那这个孩子 你肯定是失败的 教育的 好 那个这期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喜欢蓝蓝的记得 关注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